那接下來當然呢 做完之後 你還是需要把它執行起來 那執行的話呢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如何把這個我們剛剛做的執行起來 當然你要執行 看一個大概的樣式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上方有個執行按鈕 它會跳出來 可是問題你不可能說永遠 就是都用這種方式來執行 尤其是將來如果你這個東西 願意給別人使用的話 你當然也不可能說請他到開發人員裡面找一下 有那個什麼Visual Basic 請他按下去執行 他就會知道不可能 所以呢要怎麼樣讓這個表單執行 這個表單的名稱叫Home 所以呢如果你要把它啟動起來的話 你可以在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也許叫什麼 叫做啟動表單 啟動表單 啟動表單 那這個啟動表單 它必須是一個 我們將來會需要做個按鈕 所以是給它用SUB 那這個啟動表單裡面 就撰寫一行程式就可以 叫Home 點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那你要把它啟動的話 它裡面有個方法 叫做Show Home點Show 那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表單給叫出來 所以如果你執行 這個啟動表單的 程序的話 它就會把表單給啟動起來 那可是 如果說你要更方便一些些 你可以比如說 把這個按鈕 我習慣是 把上面的按鈕 複製再來做 你重新拉可能大小不一 那就看起來不整齊 那再來的話就是 把它重新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的那個 聚集 就是 那個程序的名稱 並且把這個上面的名稱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啟動表單好了 假設我們要多一個按鈕 按下它 它就可以啟動 OK所以 將來如果說你做了一個表單 你希望能夠按下它 它可以自動的 讓它啟動起來的話 其實 並不困難 直接直接就寫一個程序 那程序名稱就啟動表單 那裡面就寫一行程式 就是 它 這個表單的名稱叫 home home show 就show出來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當然 我們就要開始怎麼樣 可以填一些資料 然後讓它輸入 我現在因為我直接輸入 那什麼多少 成績 但是你現在按新增它當然不會work 可是要怎麼樣剛好輸入之後 按個新增 自動幫你填到哪裡 1234 特別是 按下它 它幫你做什麼 就是 那你要需要向下增 一定要知道現在最下面一列在哪一列 再把它加一列 所以這個地方恐怕你需要先知道 最下面一列的列數 那把它加一 再來就是說呢 這個資料 放在A欄 這個資料放B C D 那最後再幫我算出它的平均成績 跟那個什麼呢 哎 像 綜合平定這個 總共 EFG這個可以 延伸的啦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所以啟動表單部分的話 可以先試試看 那我想 這邊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 那這個做完之後 如何啟動表單 程式就在這裡 OK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多一個啟動表單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 喔 誰先先換作用 就在這裡 ,